因为他旨意瞬间 也有个人的生涯规划 所以就是同意他请示 那我们知道丁一鸣发言人 还有下一个工作了 这个都是民进党一项的作风了 谢谢 下一个工作本来就是 让少年人要伤害 惹出牛肉面风波的丁一鸣 15号请示获准 4日凌晨他在脸书大打苦情牌 发文表示身为民进党当局的彩装师 既然化到走位 就不该成为大家的负担 丁一鸣称 这场风波是因为国民党政治操作 还贴出遭自己乌龙控诉的 皇家传承牛肉面店陈老板的简讯对话 上面写着 你的无心之过 我能体会 被断章取义 我感到难过 丁一鸣写的煽情 没想到直接被牛肉面店老板打脸 我并没有传任何的简讯给丁发言人 我个人是代表皇家传承的唯一窗口 那所有的言论或立场 就仅以我这边为主 国民党近明代赖世宝16日在脸书抨击 丁一鸣请辞的表现让人摇头 显然没有真正得到教训 也没看到他深刻反省 检讨认错 赖世宝指出 丁一鸣认为下台是因为国民党的刻意政治操作 却不思考 如果自己没有犯错 国民党根本无从操作 运用公家资源 制作文宣攻击国民党 严重违反行政中立是谁发动的 未经查证 乌龙散播牛肉面店使用来尽牛肉的记者会 跟国民党有任何关系吗 更遑论出错了 还用台行政机构的统编想爆公帐 这是国民党唆使的吗